谈点电影《守望着》里 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 细节一 在电影的一开始 就是校将在家看电视的镜头 而在这个镜头里 有把枪正放在一本杂志上 虽然杂志上的英文被挡住了 但是还是能够认出 这是一本美国有名的成人杂志《赫斯特沃尔》 而这个镜头也说明了校将好色的本质 细节二 当校将被谋杀之后 就是之前一些超级英雄的闪回镜头 而在这个初代夜宵打击罪犯的镜头里 在他背后右边的墙上 贴着的是一幅蝙蝠侠的漫画海报 而左边是一对刚走出来的夫妇 而这对夫妇正是守望着世界里 蝙蝠侠的父母 这个镜头也说明了 当初在巷子里枪杀蝙蝠侠父母的小偷 已经被夜宵抓住 所以在守望着的世界里将不会出现蝙蝠侠 而背后的海报也说明 蝙蝠侠只是守望着世界里的漫画人物而已 细节三 在电影里会穿插着一些动画片段 而这些正式电影中 一个黑人男孩经常在暴亭旁边看的漫画 这本漫画名为黑船传奇 也是底细旗下的漫画 这本漫画的故事可以说是相当的黑暗 而漫画也被拍成了一部 时长30分钟的动画电影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细节四 在电影人物的设定里 罗夏是一个最具风格的角色 在电影中罗夏大部分都是戴着面具 他在被抓住脱下面具之前 根本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样貌 但在影片中 其实就有多个镜头暗示了 他其实就是这个举牌的流浪汉 比如在影片的一开始 孝将的死亡现场 二代夜宵和二代私魂约会时 从餐厅窗前走过的这个人 以及在孝将的葬礼上 这个举牌的流浪汉 还有就是跟踪夜宵时 被发现的这个镜头 而这个背影也是罗夏 这也是罗夏在影片 唯一一个不戴面具 也不举牌的镜头 细节五 在孝将被谋杀之后 罗夏也来到了他的家里展开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 镜头里出现了二代私魂的照片 以及初代私魂的照片 这其实也是在暗示着 三人之间的关系 而在漫画的设定 二代私魂就是孝将和初代私魂的孩子 细节六 不论是在漫画还是在电影里 守望者的故事主题都是时间 在电影中也出现了 许多跟时间有关的细节 比如在电影中 第一次出现钟表的镜头 就是著名的末日时钟 这是一个根据世界 受到核威胁的程度 来波动指针的虚构钟表 当指针被波动到12点时 就象征着核战争的爆发 除此之外 曼哈顿博士在实验室里 被高压电分解之前 他手表的时间 离是2点只有10秒 而且曼哈顿博士在火星上造出的巨大物体 外观也类似钟表 而在守望者的漫画里 每一集的最后一页 也都是跟时间有关的钟表